要电镀找阿海 阿海带你开电镀 今天到我师弟这里 你们带大家开一下电镀 它是最多外域临界的 师兄你好 师弟好 这是我们上挂的区域 制冰机上面的 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产品 挂好之后 用输送链条输送到二楼 然后二楼垫在二楼上面 直接就可以电镀了 这个毛坯上来之后 然后挂上去 开始嵌处理就开始电镀了 这边是 三坨一般没有抛光的产品 去腰化皮在这边去 没有泡过的 那边去腰化皮 对 抛光的话没有腰化皮 就直接这边就可以开始出辣 就出辣的 一些抛光泥站在上面 这个抛光泥在上面 对对对 抛光泥在开着 有一些内腔里面一些虫穴 还有一些 就是关杂垫里面残留的一些杂质 把它使出来 对 有的比较脏的 人工把它倒一下 嗯 插中部蟹比较大 是 切处理的 全处理占一半 再一半 这边是主要做不锈钢的 哦 这用的 是半光泥 半光泥对盐味要求 比较好一点 就全光泥 全光泥比较长 这全部全光泥 对对 全光泥蟹比较长嘛 对 根据客户的要求 对 当然是价格也不要 你这个没有桶啊 全部都捏吧也是 对 捏捏隔 也是捏捏隔 对 捏捏隔 还有一个捏锋 捏锋主要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这边镀隔 这边是套隔 对 我们套隔有八个笔 八个笔 那捏隔成还是 一般0.3左右 0.3 炒成坡再清洗一遍 炒成坡打一下 对对 然后养到存水 再存在 在存水 存在就可以进来 没水印了 对 存水过之后 然后就 就消化 对对对 这是干嘛啦 现在开的卸挂 烤箱烤干之后 这边卸挂 卸挂之后 到这边摆好之后 到这边摆好之后 到这边去检验 这边放一个那边去检验 对对对 一个一个分开哦 不能碰烧 对是的 这边是检验 这边是检验 这边检验 那边上挂那边过来 下挂 下挂之后 可以到这边检验 这边开始包装 包装好之后就可以出货了 这边开始包装 嗯 这一个一个检验 检验好包装 对 嗯 这种城市跌度多少年了 有一些年头了 二十多年了 现在这个厂发 多少面积了有 嗯 上下差不多一千个坪吧 总投了多少钱了 嗯 八九百万了已经 八九百万了 是是 加工哪些部分材货啊 嗯 我们主要是生产一些 水龙头 一些汽车配件 嗯 一些五金件 五金件 主要以水龙的为主 有哪些镀种呢 嗯 镀种有好几个镀种 我们现在镀亮涅的也在镀 镀雅涅的也在镀 然后还有牙格 还有亮格 三家格 还有一些六家黑格都在镀 海格啊 海格也是在镀 对 目前呢生产的产品都是比较高端的 像一些土土啊 柯乐啊 那些代工产品 我认为都有 都有在做 一些日本方面的那些产品 我们都有在做 哦 出口的 对 都有在做 然后我们的价格呢 在同品质同行业算是最低的 最低的 对 基本上 这个等于说是OK的 价格还最低的 对对对 那又不是一点点啊 哈哈哈 司令那我先走了 好的 下次再过来 好 欢迎下次再过来 知道 我怎么知道 哈哈哈哈 好 再见再见 好